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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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作者 那他也没有得奖 那我记得我在读他的这段小书 到他最后一部分 第六部分的时候 其中有一段是特别描写到 斯大林的儿子的死因 斯大林的儿子怎么死的 那当时在西方的媒体上就爆出来 那是因为他在厕所跟英国的军官发生争执 因为他自己认为是斯大林的儿子 可能他的排泄物也比较有价值 所以他就跟英国的军官发生冲突 冲突之后 他们去找德国的军官去评理 然后德国人拒绝跟他评理 结果他就冲出去 向那个铁丝网 电网就冲上去 是这样死的 所以在米达昆德拉的文字当中 曾经有一段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 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父亲被遵从得如同上帝一般 又是上帝的弃儿 因为他是被他父亲自己好像遗弃似的 遗弃和特权 幸福与痛苦 没有谁比雅科夫感受得更具体 这对立两面是如何的交替 从人类存在的一集到另外一集 其间的距离是如何之短 那我读完这段文字之后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的确 这个米达昆德拉 他对于这个雅科夫的描写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片段是很相似的 因为他们都是贵为最尊贵的 至少曾经一度 雅科夫被尊为像上帝的儿子一般的 在苏联 但是当他们非常有特权的时候 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身份 来到最卑微的环境当中 斯大林把他的儿子也送上前线 最后是被德国人俘虏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斗机的驾驶员 而且他们都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牺牲掉 耗着死掉 但是你在仔细思考这两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很不同的 因为一个人死了不到七十年 今天就很少有人再会提起他 而一个人他死了两千年 直到今天 有亿万万的人还在称颂他 当我们今天在思考 这两个人为什么而死的原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实在是轻跟重的两极 而这两极的距离是何其的大 何其的大 当耶稣基督 他是为人 为人的罪 为全人类的罪 而奔上十字架的时候 亚科夫是为他自己的排泄物 冲上电网 所以在这两极当中 就导致了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的 最终的命运归宿 在人类记当中的存留 你懂我意思吗 在这里你就看到 为什么两千年后 我们今天还在读圣经 我们还是要去寻找 这big story 上帝的故事 而在这个上帝的故事当中 又怎么样去曾经 发生的历史当中的一些片段 成为人类记当中最美好 最重要 最拯救性的篇章 对今天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何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 在看彼得前书 他作为整个这个上帝的故事的片段当中的一页 他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生命跟行为的手册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 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为圣洁而预备的 我们是怎么样为圣洁的生命而预备的教导的时候 到今天我们就进入 怎么样有个圣洁敬畏上帝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 敬前的生命 敬前的生活 而在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四节圣经当中 你会看到的是 一个基督徒应当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应当过一个敬前的生活 敬前的生活 彼得从三个方面来讲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第十七节 在这里作者说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第一个理由 因为我们是在世寄居者 在这里圣经的作者 说到我们跟神的两个不同的关系 第一个就说 你跟神的关系是审判者 跟被审判者的关系 他在这里说 你们按个人行为 为审判的人为父 审判你们的人变成了什么 父 就进入到第二个关系 曾经是审判者跟被审判的关系 但今天就是什么 你的父 跟什么子之间的关系 而且他强调的是说 如果你们凭着敬畏的心 你们就当再度 度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寄居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 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乃是我们很清楚的要知道 你是在世寄居的身份 你知道寄居这个词什么意思吗 帕洛罗里亚 这个词是旅行者 这个词是一个居住在他乡的意思 而这个词在里面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生命就像一个什么 旅行者一样的 是一个过客一样的 这就彼得在这里所说的 一个重要的信息 你知道这个词的词根 后来就引申为英文 英文有一个词叫 Paris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aris Paris这个词 我们中文反正翻成什么 叫牧区 因为我们在知道 在西方的传统的教会当中 有三个不同的level 一个叫congregation 堂会 堂会上面就是什么 Paris Paris上面是什么 Niasis 教区 教区要有主教 Paris有牧师 堂会还有祝堂的牧师 对不对 所以Paris这个词 就是从帕洛罗里亚 这个词而衍生来的 它在这里 感觉当中 我看到有三个层面的不同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生命的态度 生命的态度 寄居首先是一个生命的态度 你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你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 你是一个长期在这里居住的人 还是一个暂时临时聚集的人 我们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当中 没有看到 但是在一些旁经当中 你会看到耶稣有其他的语录 耶稣在其他语录当中 有一句话曾经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在世上 如同桥梁 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就像桥梁一样 我们是过桥 是从这个世界的这边 透过这个桥梁 要过到什么 天堂去 所以他说没有人会在桥梁上面建筑房屋 没有人的 你如果在这个桥梁上建筑房屋 你就太傻瓜了 但是你应当是什么 是在天堂里面去建造你的房屋 这就是寄居者的心态 第二个 第二个 这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应当是如何 你是一个长期居住者 打算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 常常 有的时候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 但是我始终觉得 我的家在中国 所以我在北京 我一到北京 我第一个月到北京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家 但是我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年 我始终觉得我是什么 寄居者 而寄居者的话 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是很不一样的 而你如果看这里 是你长期的居住地 你会看到你需要做什么 做什么 而在那边 你会发现 你从来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最后 这个寄居还是一个信仰的身份 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会在哪里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如果 你看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是永远的 长期的 你就会看到 我要建立什么 我要建立我的帝国 我要建立 我要传给我的儿子 所以今天 那个金胖子有三世 对不对 因为他要传下去 对不对 他们要就像秦始皇一 一样要万万事万代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世上都是什么 暂时的生活 所以不要太胖 胖到心脏不好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今年的奖 培定会的讲员是李建如博士 我们很好朋友了 那我们就在一起吃饭 我每次去台湾 必定去看他 那我们就谈到 他说你们在台湾 有那么多会友 你为什么不在台北 建个教会 他说BSF应该在台北 建个北京国际教会 台北堂 我说你敢这么说啊 你马上被人家说 你是台奸啊 我说你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 我还不敢在台湾 我来台湾还没有下飞机 臭鸡蛋已经认识我了 我说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如果你看你是寄居者 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台湾基督徒 中国基督徒之分 没有的 只有基督徒 没有什么白人基督徒 黑人基督徒 黄种人基督徒 没有的 只有什么 一个身份 我们都是在世寄居的什么 基督的门徒 只有一种身份 一种信仰身份 就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身份 而如果你死死抓住这个身份的话 你会发现 人种的 语言的 文化的 都是去 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BICF美丽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一个主日的时候 我们有菲律宾的牧师在 我们有日本的牧师在 我们有美国的牧师在 我们有中国的牧师在 我们在一起领同一个圣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基督里 没有什么男孩问题 没有什么钓鱼带 没有什么两岸的问题 只有什么 罪的问题 只有我们人心的罪 使我们要夸张 我们不在基督里的那些东西 只有我们死死地抓住 我们自以为最重要的东西 根本跟永恒没有关系的 而使我们忘记了 我们在这个世上 只是匆匆的过客 我们只是暂时的寄居者 而却忘记了 忘记了我们永恒的身份 忘记了我们这个城 根本不在这个地上 是在什么 天上 希伯来书所说的 而也就忘记了 我们是客旅 是寄居者 这无论在旧约的诗篇 还是历代字 还是在新约的 彼得的书信当中 都是一而再再而再所强调的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房子 造得好好的 我有的时候 我每年回去我的乡下 我不造了一个小房子吗 那我太太每次跟我说 回去要油漆了 再不油漆 这个房子要坏了 我每次回去之前 都是跟她swear 我说保证回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油漆房子 最后离开 回了北京的时候 每次都没有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派她就很不高兴 没有什么不高兴 我们不是永远住在那里吗 坏就坏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的房子 我造的房子 最少70年不会坏 北京的房子 30年就完蛋了 我告诉你 所以你不要把你家里 装修得那么好 你懂我意思吗 我很不理解 我住的房子 我的邻居 我老是换邻居的 对不对 卖掉了 他们要挣钱 一卖一出的时候 每个进去的人 都是敲啊打啊 拼命地装修 把自己房子 弄得像皇宫一样 我在想30年就成威方了 你花那么多精力干什么 我实在不明白 你们告诉我呀 我真的不明白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积居者 我在神学院 有一对夫妇的老师 我在Continental Seminary 读书的时候 我碰到一对夫妇 很有意思 这对夫妇认识我的时候 63岁 太太62岁 McKenny Jump可能认识她们 McKenny夫妇 这对夫妇很有意思 他们一生 他们的生活是两个皮箱 你知道吗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是63岁 我差不多去年 在KAL开国际会议 碰到他们 again 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快75岁了 还是两个皮箱 他们是从美国 出来做宣教师 到菲律宾 然后他们就 背识在新加坡 有个总部 然后他们就全世界 有神学院的地方 去教书 所以他们一生死生活在什么 两个皮箱当中的 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这样 但是你看到这种 这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 你到底生活在哪里 你的价值在哪里 你的方向在哪里 你的定居之所 到底是在哪里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把战事的东西 看成永恒的东西 我们觉得我们会在这里 永永远远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没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的 所以我就看 那个 看到我们中间 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太注重 今生今世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 对永恒有盼望的 我们也不可能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真正找到自己的定位的 我们也不可能真的 认识到基督 他所付下的代价 是多么重要 而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的 很多时候 我是比较喜欢藏书的人 我藏了很多书 但是当我岳父过世的时候 我去替他整书的时候 我就怕了 因为他的书 差不多是我的十几倍多 然后我就发现 他留下了这么多 几千册的书 几乎我留下来的到现在 大概不到十本 而且还没看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很四库全书啊 结果是扔掉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就常常说 我们如果我主持太多葬礼的时候 还有我搬太多的家的时候 就让我实在是再次看清楚 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应当怎么样生活 所以有一本小说 寄居者 他就说 他说描写1942年的上海 他就说 在这个小说里面 你会看到有日本人 有亚洲人 有中国人 有欧洲人 有犹太人 有美国人 都聚集在40年代的上海的时候 哇 好丰富啊 但是他就在这个小说里面 就提到 他说没有一个人 还有对 还有苏北人 上海人最看不起苏北人 还有上海自己人 你们上海人又怎么样 你看不起苏北人 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脱一个寄居者的命运 而且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事 你不能够掌握你明天 你连自己明天 你会在哪里 你的生命会怎么样 你都什么 不知道 这就是寄居者 但是如果你知道 圣经里面讲的寄居者 就是一个什么 心中有一个家乡 他不是没有家乡的 圣经里面所讲的寄居者 他知道他住在哪里的 他只是不住在这个地上 他住在什么 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这就是犹太人 这个观念是从旧约犹太人 一直来亚伯拉罕 一直就是在世寄居的 对不对 一直到了耶路撒冷 一直耶路撒冷毁了之后 犹太人被流放到 世界各地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清楚知道 所以每一次 他们见会堂 无论在欧洲 美洲 亚洲 在上海甚至 他们见会堂 Sinagoga的时候 他们只有一个方向 是对着耶路撒冷造的 所以他们一进这个会堂 正对的那一面 一定是什么 朝向耶路撒冷 而且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 犹太人碰面的时候 最后say goodbye 他们说明年 我们在哪里见 我们在耶路撒冷要见 因为什么 他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 都是什么 寄居的 所以1948年 他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复国 因为他们要建立 他们自己的国家 不要再做寄居者 而这个观念到新约 被彼得拿过来的时候 乃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者 我们要住在什么 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你无论在哪里 你无论在哪个角落 你要很清楚地知道 你不是什么 你是中国人 你是日本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非洲人 但是你最终的什么 家乡是在天上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会看到 你有很多超越的观念 你就看到很多很多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第二 18节说 知道你们是什么 得俗 脱去你们祖宗所穿 荒艳的行为 不是能凭那能坏的经营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保血 第二 你还要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是被俗者的话 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 他说你们既然得俗啊 这个词非常重要 彼得用这个词 有一个大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什么 在罗马帝国时代 在罗马的时代 有很多的奴隶 而这些奴隶 如果他们得到自由的话 他们通常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们必须去到当地的庙堂 他们的tempo里面 向他们的神 去奉献一笔很大的什么 赎金 而如果你这个赎金付掉之后 你表示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什么 自由了 但是同时 你就成为这个神明的什么 奴仆 这就是我 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 我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保罗自称 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因为在我们中文圣经说 把它翻成仆人嘛 但这仆人这个词的翻译不精确 因为 Doulos这个词 实在就是什么 slave 奴隶啊 当保罗说 我现在离开了 那个原来的罪恶 被耶稣基督的宝血 买书回来 成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奴隶的时候 他的背景 就是在当时 奴隶得自由 要付赎价的 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当中所讲的 所以 引申到 圣经里面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赎回是要什么 付赎金的 这就是彼得前书 一章十八节所说的 你们赎回 ransom 是一个什么 价格 要付一笔 ransom 给谁 然后你什么 得到自由 好了 问题来了 很重要的神学问题 我在这里就讲 平时我不讲了 因为这里面 稍微深一点点 我讲好吗 这个ransom付给谁了 这个俗价付给谁了 付给谁了 付给撒旦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点头 你要勇敢一点点头嘛 你知道你一点头 表示你跟古代的 教父都认同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古代最早 二世纪的时候 有个教父 Oregon 他就说 耶稣基督 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留下的宝血 是什么 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付赎金给了谁啊 给了撒旦 为什么呢 因为当亚当夏娃 犯罪的时候 是把我们整个人 抵押给了什么 撒旦 做人质 所以撒旦就很凶啊 你们都得死啊 因为什么 你们服在了我的权势 所以罪的权势 你们在哪里 保罗不是说了吗 当他 耶稣死里复活 但是当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就打败了 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对不对 所以古教父 他们就认为 这是上帝 用了一个诡计 把撒旦打败了 为什么呢 撒旦以为 控制住耶稣了 就把人放了 但没想到 耶稣什么 他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是控制不住了 所以到了四世纪的时候 格里高利 尼撒的格里高利 这三个最重要的东方教父之一 他就进一步的扩展 他说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事情 就好比什么 做了一个比喻 就像这个鱼钩啊 前面有个诱饵 耶稣的人性 就是这个诱饵 而这个钩就是什么 他的神性 当撒旦来吃的时候 一下子想吞掉耶稣 他虽然吞掉了耶稣的人性 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就把什么 那个给吊起来 把撒旦 我告诉你 这个观念 不是现在神学家认同的 他统治教会 说我们附属经给撒旦 统治教会一千年 一直等到 这个Cantaply大主教 这个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Ossima 他认为 不是 他说耶稣死 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的需要 所以什么 我们得到释放 但是这个思想 后来就影响了 加尔文 路德 一直到今天很多 但是 这个思想缺少了什么 他们纯粹 从商业交换的一个 或者法律的层面 去什么 去理解神学 有缺陷 一直等到我们隆德学派 我说天下这个呢 真的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很骄傲 我是农德学派 唯一训练出来 唯一的一个华人 我们的农德学派的 创始的三位主将之一 那个Gustaf Ollen 他写了一本 因为这部书 Christos Victor 你们去查 Christos Victor 这本书 使他名列 世界最顶级的神学家的行列 这本书说 不是的 他说 耶稣基督 他牺牲 不是在跟魔鬼做交易 而是什么 他彻底摧毁魔鬼 你根本不可以让魔鬼的价值观 跟人的价值观 公义的价值观 去比较 那是不对的 而耶稣基督 他之所以可以坑坑的魔鬼 是因为什么 他爱人 以至于他愿意牺牲 整个的思想 乃是说 我们今天的俗价 是什么 不是付给魔鬼 而是什么 就引来了 这个Ransom的第二个观念 而这个观念 也是古希腊 常常用的 就是什么 得到释放 不是单单赎价 不是单单 这个赎价 不是单单付钱的问题 更是一个什么 是得自由的问题 所以今天 我们可以 得自由 是因为耶稣的牺牲 是因为爱的缘故 是因为耶稣把他自己付上的代价 凭着他的宝血 所以在这里说了一个词 宝血 你知道 整本圣经里面 宝血这两个词 Timeos 宝贝 跟血连在一起 只有在这里用过 整本圣经 只有在一个地方用过 宝血 所以可见他的重要性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什么 是超过经营任何物资的 使我们什么 可以得到释放 使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拯救 今天 而且很有意思 我看到宝 宝这个词 是单数的 是单数 而且呢 整本圣经只用过一次 就在这里 那是提醒我们 耶稣的宝血 使我们 可以重新得到释放 得到神的接受 只有凭着耶稣基督 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 没有办法 活出一个 耶稣基督 所希望我们有的 尽全的生命 而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 并不认识到 这种宝贵 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 是专门想 写谁的呢 是写耶稣的弟弟 雅各 就是雅各苏 James的本书 他的作者 我们这本书 专门这写 雅各死前后 就公元60年到62年 这段时间 在巴勒斯坦 在中东这个地方 所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雅各怎么死的吗 雅各的死啊 他是受实行 就是被石头砸死的 但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一些参考书的时候 看到这里就没有了 但他为什么会受实行 其实是跟当时 整个圣殿的 祭司的制度有关 因为我曾经在几次以前讲过 当时整个圣殿的祭司制度 已经什么 腐败了 而且大祭司控制了什么 整个圣殿的祭司的整个的系统 甚至什么 在圣殿里面做买卖 甚至在圣殿里面换银钱 而这些事情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很普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生意 我今天还特别要讲一次 因为上一次有很多人没有来 我还是再次讲一次 BICF的教会 BICF的下属的小组 不允许 不允许 任何商业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 单单我们教会的规定 是我们教会的规定 是圣经明确规定 而这个雅各的死 跟这个事情有关 因为当时的大祭司 他被贿赂 他甚至跟罗马人做交易 他甚至什么 盘剥当时普通的百姓 整个的祭司的系统 相当混乱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个人就是什么 就是雅各 耶稣的弟弟 他就指责大祭司 所以当时这个大祭司 就一直想杀他 就在公元62年 这个时间点上 罗马的总督调任 中间有几个月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 把他打死 而也因为这个事情 后来引起什么 当时耶路撒冷的 很大的混乱 那今天我就在想 就是说 为什么我在看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 有很多人 我们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 我很多时候 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是认识多一点人 我想我们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动机 是有问题的 你来到教会 你不是为了什么 敬拜神 你来到教会 你不是为了觉得自己有罪 希望神在这个礼拜天 急着他的宝血 可以接近你 可以让你的心灵 再一次的什么 可以得到纯净 可以重新得力 可以重新面对 下个礼拜的生活 你很多时候来到教会 来到小组 你发现有些人 他为了是做生意而来的 你有的时候 你会收到 很多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耶稣的宝血 到底他的功用在哪里 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在北美有过教会 曾经就发生过 这种在小组里面做保险 做传销 那我现在已经有点担心 就是说在IMS的 有些的地方 有些的小组 跟有些的 甚至在主日之后 我也发现 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非常要小心的 因为撒旦一定利用这个 你知道撒旦一定利用这个 成为一个空档 来什么 来搞乱我们的教会 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彼此产生纷争的 我曾经在欧洲 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我自己牧养的教会 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问题 后来有人就告诉我 原来你们中文有一个弟兄 他曾经就在弟兄当中 在教会里面 在会友当中募款 集资啊 集资啊 为了什么 投资某一个股票 投资某一个他所谓的基金 说这个基金很好的 成长很厉害的 百分之多少的回报率 结果很多人就去了时候 你会发现带来一个问题 两年以后 这些钱都有去无回 而当这个两年之后 很多弟兄姐妹就发现 这个集资的人 他的房子越做越大 他的车子越做越好 很多人 我不一定啊 不一定说 他一定又骗了大家的钱啊 乃是说 很多的疑问就这样产生了 而因为这样的疑问的产生 产生纷争了开始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 然后小组就乱了 然后整个教会就开始乱了 以至于有一些人就离开了 还有一些人木道友 因为看到这种情况 就开始说 这样的人他还在教会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注意 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耶稣的宝血 买书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你不能够做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如果你曾经做这种事情的话 我劝你赶快悔改 还来得及 如果你不是不听的话 我告诉你很多很多时候 当神的咒诅打下来的时候 那很可怕 因为我看过 我真的看过 最后 在这里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基督在创世以前 预先被神知道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他信那 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为什么我们能够 有一个尽钱的生活 当如果你真的明白 你自己是个信仰者 他说信心和什么 盼望 很有意思啊 信心跟盼望 他这个里面 只用了一个贯词 只用了一次 就是说 在信心前面有贯词 在盼望之前没有 什么意思啊 乃是说 信心跟盼望 实际上是什么 一件事情 你说是不是 好像有点不同 但本质上 你会发现是什么 是一件事情 因为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 有盼望啊 而你因为什么 你会有盼望 是因为什么 你有信心啊 所以你就看 这个事情是什么 一个硬币的两面 信心和盼望 好像不同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因为我对耶稣基督 有信心 所以我知道 前面是什么 是蛮有盼望的 我在读了一个书当中 是特别讲到前苏联一些事情 当时前苏联 家庭教会 很多很多的压力 那么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那很多人聚集 你知道 人就越聚越多了 在一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的带领人 他后来从牢里面出来 他就写他的传记 他坐牢17年 他坐牢17年 那么在这17年当中呢 他每天早晨只做一件事情 他一起来就唱什么 唱赞美诗 而且这17年当中 他每天的赞美诗 都是同一首 而且呢 在这17年的赞美诗当中呢 他每天唱的时候呢 他跟1500个罪犯 住在一起 这些罪犯就什么 就骂他 就嘲笑他 就用这个粪便去扔他 但是他始终坚定地唱 17年 然后呢 他每天早晨还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他能够记得下来的 圣经的经节 只要他拿到纸片 他就记下来 把他什么 贴在墙上 然后他每一次贴 必定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那些人 那些狱卒啊 要痛打他 但是他坚持 坚持 等到这个17年后的某一天 那些狱卒实在受不了了 就准备把他带出去 偷偷的什么 把他杀掉 所以 他们就 把他带出来 当他经过牢房的时候 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啊 里面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给的了 没有人说他要被去枪毙 当他带出房门的时候 整个牢 整个的牢 的1500个人 突然知道 要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了 这1500个囚犯 一起唱 那一首赞美诗 就是他每天早晨 唱的那首赞美诗 当这个赞美诗一直在想的时候 他们经过这个牢房 快要出去的时候 那些狱卒都什么 都怕了 都怕了 因为他们被 基督这个门徒的信心跟盼望 彻底什么 震倒了 这种震撼 是从灵魂里面 伸出的 这不是用刀 用枪 用金银 可以什么 改变的 而这些东西 只是因为这些人 他真的知道 他自己是被耶稣基督 宝血所买赏回来的 他也真的知道 他自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在世寄居 而他向往的是 那个永远的家乡 很多时候我在想 我们向往这个世界上 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样能够活出 一个得胜的生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 我们的那个 古斯达夫奥伦 他写的书是什么 Christus Victor 是基督得胜 不是你得胜 不是我得胜 不是人得胜 他没有写用 拉丁文说的 Homo Victor 人的得胜 没有啊 他说是Christus Victor 是因为当耶稣基督 他真的 他的宝血 他的生命 在你生命里面 产生了一个功效的时候 所带出来的这个力量 使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 得胜者 而这个时候的人 他是有信心 也是有盼望 那我这段时间 我感谢神 我们近一段 我们教会 最少有三四个家庭 表达了 他们愿意 奉献他们自己出来 读神学 做全时间传道 工人的这种信心 但是在我跟这几个家庭的 勾输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有很多 还是很有限制 因为当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的东西 要缠绕你的时候 我也不可以要求你 我是谁 我不可以要求你们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考虑的是什么 你实在是要很清楚地知道 上帝的呼召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你把你在世界上 要尽的责任尽了 对不对 第三个 如果你真的很清楚 上帝的带领 你不可以想太多的 这个奉献座 传道人跟结婚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想太清楚的 你如果你是算公式 哎呀 这个满足没有 那个满足没有 这个条件怎么样 这个女人是不是身高 一米零 一米零几 一米零几 我是不要的 对不对 那个男的是不是 两米二十以上 那我也不要的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的算 那是谈条件 你是在跟神谈条件 你不是奉献你自己给神 但是当你真的有信心的时候 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才真的你的盼望在乎于神 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今天很多时候 我相信我们中间 很多很多大有智慧的人 大有金钱的人 但是我不觉得上帝会使用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微小 而当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微小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对神产生一个伟大的盼望 我们有信 但是很可惜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 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华民族 现在说是我们一个 是个信仰缺失的时代 最新的统计都是在说 第一第一 第一第一第一重要的 就是信仰缺失现在 但是你仔细再进一步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有信 但是我们没有心啊 我们说信心嘛 对不对 要有心才能够真的信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有相信 你说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但是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是不是跟你的信是一起走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仰 我们信仰耶稣基督 但是对不起 我说你有信 但是你没有养 你有养吗 养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仰望他 所以这个盼望就是一个什么 仰望的意思啊 你有相信 你用你的理智 甚至用你的头脑都想通了 哎呀这个耶稣真是好 我相信他 但是 你没有仰望他 你有没有仰望他 第三 我们有信 但是我们没有德 什么意思 信德吧 德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行动 我们有相信他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行动出来 使我们这种力量看不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仰望他吧 不是单单相信他 你只有把你的生命 投生在这个信仰当中 你才是真的什么 feel exciting 才是真的你知道 上帝是多么的美妙 就是我在想那个 我在想的就是彼得 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 你知道彼得 为什么生命会翻转呢 那个 你看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的时候 你发现有一个门徒 他远远地跟着他 跟着耶稣 谁啊 彼得啊 彼得圣经两个地方说 彼得远远地什么 跟着耶稣 为什么不紧紧地跟着耶稣呢 因为什么 彼得怕 彼得怕什么 付上生命的代价 彼得怕什么 被人认出来 他是什么 耶稣的门徒 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 我们怕被人认出来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所以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那个公众场合 我们连祷告都不敢 所以我们在公众场合 我们不敢表示 我有信仰 我们不敢 但是我们又知道 心里面又相信 耶稣是什么 是神 是弥赛亚 是基督 所以我要跟随他 但是什么 我远远地跟随他 我保持距离地跟随他 这就是彼得 所以耶稣什么 耶稣说 基教以先 你要什么 三次不认我 如果我们今天 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是远远地 跟随他的话 我保证 你不可能有 敬虔的生活 你不可能有 耶稣所期待的生命 你也不可能 得胜这个世界 所以不要喊口号的 没用的 没用的 而你愿意 紧紧跟随耶稣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要付代价的 你一定会付代价的 所以今天你们要去 奉献传道的人 如果你连这个预备 没有的话 忘记吧 现在就可以去找一个 其他的职业 我相信你能够找到 很好的事业 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上帝的呼召 他不是这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 彼得说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呢 如果你明白你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明白你的身份 是一个在世寄居的人 是一个被基督的保血 买赎回来的人 是一个对神 真正有信心的人 和盼望的人 那么你就能够度一个 敬虔的生命 感谢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 现在是我们搜取奉献的时间 请我们 感谢李牧师